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欢迎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到了我们每周的疫情周报 随着疫情的变化 就可以掌握世界进程的脉动 开始之前,请各位务必按下订阅 以及关注小铃铛 这样老师下次更新视频 或是新的运势解析 您才能够获得通知哦 好,我们节目一开始 先稍微来讲一下台湾的疫情 台湾的疫情 基本上老师还是保持了原来的态度 只要没有突破第二层的天花板数字 那么基本上问题就不会太大 而那个天花板的数字是多少呢 就是单日必须新增500例以上 才会达到破防 而那个天花板破了 下一个天花板不要问,很可怕 而达到这个天花板的几率高不高 到目前为止 老师还是认为几率是不高的 为什么呢 当然是因为我们每天能够筛捡的数量 是很有限的 所以成长的数字当然也会比较有限 而第二个部分就是台湾地区的同胞 防疫的观念都是很好的 所以一旦爆发了第一次的破防危机 全国的百姓都会震惊的起来 所以基本上防疫的规模以及严密的程度 都是整个拉高起来的 所以要在往上 虽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但是老师评估起来 他继续往上成长的机会 顶多也只有27% 当然还是会有机会 而这个数字是基于老师自己对疫情推算模组的计算 目前老师用这套模组应用了一年多了 还没有偏掉太多 世界各国的疫情都还在这个数字之内 而台湾的疫情什么时候才会降温呢 基本上这个月底也就是五月底 应该可以预见了初步的成效 大家都戴上口罩了 小孩子也被关在家里了 整个社会都进入到了一个紧绷的时刻 在这种状况之下 大概很快就可以降温到一定的程度 但是如果你想回到清零 那基本上是没有这么容易的 毕竟这是属于飞沫以及气溶胶的传染 所以要根除是几乎不可能的 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完全根除 这个就像感冒一样 是会永远的与人类共存在这个世界上的 而关于封城 周日老师直播的时候就有说到 这个小孩的停课我们要随时准备的应变了 但是如果要达到封城 按逻辑上来说 是应该现在在双北地区都应该要进入封城的 但是实际上这个是办不到的 因为我们中华民国的经济 不像我们股市表现的那么好 台湾的经济已经十分的脆弱 你封城 那么请问我们银行的贷款 可以无理由的延后去还吗 房租我可以不缴吗 水电可以免费吗 不要说免费了 现在一周断个两三次电 都要快变成习惯了 对不对 车贷互助会的汇钱 我们这个社会说白了 有大概四成以上的百姓 都是必须透过平滑的收支 也就是赚进来多少 就得出去了多少 有时候还得倒贴 所以说不要说是收入的高低 高收入他也会有高支出 每个月赚十万 可能得支出十一万 这个已经不是秘密了 所以真的封城了 那我们的政府有能力跟美国或是新加坡 还是香港一样可以大傻臂来纾困吗 有没有钱我们先不说 意愿肯定是没有的 我们可以花数千亿啊 用数倍的价格去跟美国买了一些破铜烂铁 但是绝对没有钱来做基础建设跟封城纾困 这是一个常态了 习惯也就好了 有台湾价值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封城必然是断不可行 除非真的是当地的市长觉得这个是不封不行了 但是至少我们还是要回去给鼓励一下 我们这次台北市长跟新北市市长做的应变都很优秀 现在只要疫情不往南去 中南部去扩散了 基本上他的限制范围也就是比较固定的 也就是说整个疫圈这个毒圈不要扩散到80公里以外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 接下来我们还是要来看看我们世界的疫情金榜排行榜 看看别人想想自己 其实我们还是相对来讲好很多的 首先看到世界金榜排行榜第一名 当然不让稳居世界未免者宝座的 就是我们的歌舞王国印度 印度目前的官方数字 就是号称单日新增病例已经连续7天降低 现在单日新增病例从他的40多万 降到了现在31万左右 这样的数字是印度要提振国内明星士气的 一个很重要的数字依据 当然这个数字全天下的人 包含印度百姓都不相信这个数字 因为许多当地的百姓跟媒体到现场所亲眼看到的一些数字 无论是你是接受到病房的或是已经死亡的人数 都是比印度官方的数字高上3倍以上 这个是起跳3倍 更遑论新增病例 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一种盖牌的计算法 这个数字是随印度官方政府自己去写的 也不需要有什么样的根据 而印度的疫情基本上是没有好转的办法 只能等什么 只能等他们国家自己的国民快速的染疫 快速的死亡 剩下来的大部分人都是比较有抗体的 这波疫情才会有结束 印度现在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挽救呢 要想想13亿的人口 你全天下所有的疫苗都给他都还不够 因为人太多了 而且怎么样 政府的能力太松散 官僚的贪腐太严重 以及卫生观念的极度差 所以最终还是必须走向逝者生存的道路 用烈火跟眼泪来制作出来的群体免疫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是什么 即使群体免疫 印度人自己的群体达到了 但是去印度的外国人 就可能会比较有风险 所以印度未来的外资投资的空间 会是有比较大的挑战 有人说印度是未来的世界强国 甚至可以把中国并吞掉 这个老师也觉得有机会 这个印度应该是可以发展成为一个世界强国 但是可能至少要一两百年后的事情 至少得发生一次足以毁灭半数人类的战争 印度他才能改变自己的制度 让印度可以再次的崛起 而疫情金榜的第二名就是我们的加年华之国巴西 巴西现在的状况仍然维持在单日6万7千多例的数字 这个数字以老师的推算模组来看 是一个非常不妙的数字 因为这个数字简直就像跟印度年初一样 是复制贴上的味道 而巴西现在的疫苗 施打速度也没有太好的进展 所以未来这个状况如果再持续两周 可能会有突然暴增病例数的状况会产生 这个我们要持续关注的 而世界上的第三名 就是我们众王之王的国度 也就是美利坚共和国 美国 美国目前的新增病例数 是降到平均每日只有3万5千人上下 这个数字当然一如我们之前所预测的数字 没有太多的意外 但是这个数字还能够降多少 基本上会很有限 因为解除了口罩令了 所以说我们就不用去想 美国的新增确诊病例是可以降下来太多 这种疾病没有什么特效药 就是戴口罩 因为这个新冠疫苗能够保护我们多久 现在没有人能够确定 所以说你现在解放了口罩令 那只能说美国人骨子里面的狂妄自大 还有该算是乐天吗 真的是没有极限的 而关于美国的疫苗 老师在周日也就是两天前 有说到美国会在一个月之内 开始向外输出疫苗 为什么 因为当欧美的病毒突然不明所以的 转到了亚洲 而亚洲的医药制药中心 也就是印度 又没有办法可以好好的制造出更多的疫苗 那么库存20多亿剂疫苗的美国 一定会向外开始输出疫苗 世界就是这么巧 你突然生病 我刚好有药 不如大家谈一谈 谈什么 一个合理的价格来卖给你吧 所以隔天 在老师直播隔天 美国就宣布他要对外输出数千万剂的疫苗 各位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老师都想起一个师爷来翻译翻译 这个是什么样的惊喜了 而第四名就是阿根廷 单日新增28000例 这个数字目前还需要两周才能看出来 他的趋势是往好还是往坏的地方迈进 现在的数据还不是很够 因为他之前他的暴增数字实在太快了 而第五名是法国 单日新增约2万例 这个数字来源 在世界卫生组织来讲是有断层的 说并没有非常精准 但是法国他的实际的新增病例数字 老师现在去推算模组 应该是不到17000例 这个数字应该是不会到的 缓步的群体免疫 大概会在法国开始显现 不加上法国他们也有大量开始施打疫苗 所以法国进入加进的机会是比较高的 第六名是哥伦比亚 单日新增约13000例 这个数字颇为不妙 但是现在不能说是继续严重 只能是说要看当地政府 有没有管控防疫模式 才是最大的关键 这个哥伦比亚的数字 我们至少还在观察两周 第七名是西班牙 单日新增约1万1000例 但是他的回报数据跟法国一样不是很准确 不过以西班牙曾经大流行的状况来看 基本上群体免疫也会逐渐的形成 所以西班牙也会往好的一面开始去迈进 第八名是德国 德国是我们的欧洲的首要国家 单日新增病例已经到了1万 甚至1万以下了 所以目前他还是往好的方向去迈进 而未来取得疫苗 在德国也会越来越容易 所以基本上德国稳住阵脚 迈向解封也是迟早的事情的 第九名是尼泊尔 这也是尼泊尔第一次正式的踏入了全球前十墙了 单日新增确诊病例约1万名 他的数字大概是9800多 然后有些时候到1万 这个数字跟印度一样有很大的水分 为什么 因为当地几乎没有什么筛检作业 只是把患病重病的做筛检 或是他已经很明显的症状才做筛检 轻症的就跟我们中华民国一样 请你回家先休息吧 第十名是意大利 单日新增约6800例 这个数字也都如同德法两国一样 都是群体免疫的状态所产生的 所以他持续往下的机会是比较高的 就是反复他的动能也会很有限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全球疫情金榜排行榜的前十枪 从这个金榜还是可以看到 除了印度所处的泛亚洲地区之外 其他欧美地区的疫情大多都已经降温非常非常的多了 而且都在酝酿完全解封的步调以及策略 很多人会把媒体的报道当真 把世界看得很坏 但是数据才是我们作为仰仗的基础 新闻媒体的工作从过去是让大家有吃的权利 散布我们的讯息 到现在他们的工作变成贩卖的恐惧 其实他也是把我们人类的黑暗面逐渐放大的工具而已 除了前十枪 我们要看看其他国家的疫情 第十一名的菲律宾担任新增约6700例 数字也是如预期般的往下滑 没有顶到那个天花板 未来只要持续观察 基本上菲律宾的疫情就算有点反复 他也不会往冲的太高 也会慢慢的往下降 而东南亚的马来西亚 单日新增病例约落在3600例这个数字 当然有时候会达到4000多例 虽然如预期般他有反复了 但是以老师的模组来看 很快也会降下来了 下周的桌报 老师应该可以跟各位讲 马来西亚疫情应该会降到3000以下的几率 是比较高的 病毒的动人 在马来西亚也会开始有点产生的疲态 而亚洲日本本周疫情高峰落在单日的7500例 这个数字基本上往下降的几率也是很高的 老师必须说一下 如果日本碰触到9000这个单日新增病例的天花板 那么奥运才有机会会黄掉 因为日本这个疫情 它的天花板应该是落在9000跟12000这两个双重的标准 碰到9000的几率都很低了 但是一碰到就可能突然扩散的变快 但是概率真的是蛮低的 所以说日本的奥运 他举办的机会还是蛮高的 因为他不会一直往上的新增 而南韩现在每日新增约500例 也是有往上的趋势 但是他的天花板其实在750这个数字 所以要碰到机会 最快也得两三周 但是他最大的问题不是在于他的疫情是失控 而是在于他们的政治的问题跟选举又开始酝酿 所以说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变多了 才会让他的数字提高了一些 而台湾大家也知道 本周最高是333例 这个数字是比较需要注意的 降得太快有问题 与其怕他病例升得太快 老师比较怕降得太猛 因为代表民间的隐含病情是没有出来的 而向澳洲他已经恢复正常了 大概就是10例以内了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本周的疫情周报 从大方向来看 我们台湾的病例 数字上虽然比较小一点 但是就人口比例来说 我们是比较严重的地区 在临近的国家 我们只仅次于日本的程度而已 而我们目前的担任新增病例 是超过南韩的 而在万岸的共产党所统治的中国 最近也有一些零星的病例 但是都是控制在50例以内 基本上以他们有14亿人口的规模来看 一发现立刻做消灭的动作 所以基本上中国要进行下一次大蔓延的动作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基本上99% 我们没有绝对的事情 99% 这个新冠疫情在中国再度变成封城失控的状况 全国警戒状况是不高的 好吗 那么现在我们要看到了 是说台湾地区 如果各位在路上还看到没有戴口罩的人 请记得不要去跟他争执 也不要去骂他 我们只要把他录下来 检举他就好了 对不对 跟别人发案冲突 是没有什么好事的 那么关于用电的问题 基本上不在我们的范围之内 所以说我们下一次在直播中 我们再谈论其他的问题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